你好 小老师好 来 给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小妍 来干什么 我今天是想跟我的男朋友告白 想知道我的男朋友跟这个网友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 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推测是女的 但是她一直都是在跟我说是一位男性 你的意思是说她经常跟一个网友聊天是吧 就是有一次我晚上口渴起床 想喝水 我就看见她在打字聊天 我觉得特别奇怪 我就偷偷走过去 她看见我的第一个反应就很吃惊 然后啪就把她的那个电脑关上了 我说你其实在跟谁聊天 她说是一个技术上的朋友 然后她就把那个头像给我看了一眼 是男生的头像 但是没过几天我提早下班了 我看见她的那个QQ的那个头像在一闪一闪 一看正好是前几天说的那个网友 就是有一些我觉得不堪入怒的话 什么话 类似 类似就是比如说亲爱的你在吗 然后说天气冷了要多穿衣服 还有一个说什么摸摸答 就现在网络很流行的那个表情 还有那个字 对于我来说我接受不了 然后我就觉得跟一个男生聊得这么火热 我说是不是精神方面有偏向的问题 还是 你们俩住在一块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吗 是啊 因为毕竟 那就没有问题啊 不是 他自从聊完天以后 就在客厅住了 不跟我住了 那你干嘛跑这来告白 我特别想见见她那个网友 她说我都没见过呢 认识时间不太长 这只是个男的 说你不要太敏感 她老说我多虑 这是有点悲哀啊 就是你永远知道一个对手 但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对手是谁 我现在就特别担心 如果说对方是个女人 而且她们确实是有真挚的感性 那你怎么办 如果说对方是个女性的话 那么她就使用了一招 就是迷惑你 你看我给你看倪称 照片是个男性 其实背底她是个女性 如果说对方是个男性的话 那么她欺骗了两个人 如果是男生的话 他们两个的交流会很直接 不需要去拐弯磨脚那么多道弯 所以我猜测那边 基本上是一个跟她有暧昧关系的女生 他们两个之间 现在已经因为这个网友 两个人都处在一个分居的状态 所以我感觉必是男生无疑 但是从这女生 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男生和这个女生 已经生活了两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 他难道什么都不知道吗 他们之间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 其实这样 我倒是猜测这个人是一个男的 就是我身边也有这种朋友 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男性朋友 他比较女性化 他平时会说亲爱的 你多穿点衣服 我要记住他的言语里面有猫猫搭 这是应该两个亲密的男性之间 该有的语言吗 我们好朋友也可以每天聊 但是我们如果开玩笑的话 也可以说摸摸哒 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没有 我觉得我们可以 谁说男人不可以说摸摸哒吗 我觉得这个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认同你 现在淘宝网上经常会有亲爱摸摸哒 你知道对面是男是女吗 正因为摸摸哒三个字的出现 所以我猜测 他应该90%是一个女生 正因为他是一个女性 他会担心说你会介意 那这样的话 欲甘迷章的一个方法 就是让他的头像变成男生 你一直在质疑 他聊天的这个对象 有可能是破坏你们感情的第三者 但是搞不好 你是他和他之间的第三者 你的内心太刑若了 对 有这种可能 有这种可能 他一直在隐瞒自己已婚的这个事实 搞不好你就是他和他之间的第三者 你有没有想过 我倒觉得不管是男是女 这个男朋友 今天我想他一定会来 如果他是个男人的话 愿意把他的生活过好的话 他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我想他的男朋友应该今天不会来 即使那个网友真的是男人的话 他当然必须不能来 如果是女的话 那既然都被拆穿了 他何必要来到这边 接受大家的审判呢 不管怎么样 逃避是没有办法的 如果在这个平台说清楚的话 我还是会告诉他 我很爱他 两年前 小妍勇敢地放下工作和家庭 从北京去到辽宁 与男友欣勇开始恋情 本来奔向幸福婚姻的爱情 却因为不明男女身份网友的出现 日渐纠结 对于欣勇给出的男友为男性朋友的答案 小妍始终觉得恋如隐情 在爱情遭遇考验后 小妍希望网友本人能出现 并弥合他与男友已经产生裂缝的感情 那么今天 男友欣勇和不明来到现场 接受小妍的告白吗 接下来我们开门吧 看看他来不来 行不行 来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在开启告白之门之前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他不来你怎么办 如果我的男朋友不来 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更有问题 那我就下了台以后好好考虑我们的感情 如果今天来的不是你的男友 而是那个网友直接出现 那我首先第一点感谢他赶来这个舞台 赶来想明白这个事情的缘由 这是他应该做的 我也会谢谢他 如果他是个女的呢 如果他是个女的 而且真有感情呢 如果他是真心喜欢那个女生的话 我会祝福他们 你就真能做到这么豁达的一份祝福 我从来不喜欢强求别人的感情 我觉得强求的瓜不甜 如果他选择背叛我和离开我的话 我觉得我也没必要留恋他 好 准备好了吗 五 四 三 二 一 我会让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看他穿的这个 那个脸比我都就是天天敷面膜敷的 那敷面膜怎么了 每个人都有保养的权利啊 你为什么不说那时说呢 你如果不信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 那你就让他过来了 你就让那个网友出来 你要想怎么选择那是你的事儿 但是你还我一个清白 我不想跟人就傻子似的事儿耍着玩 好吗 因为一个好哥们儿自己和女朋友吵成这样 你所幸为什么把他拉出来吃个饭聊聊天不就全明白了吗 你干嘛一直要藏着呢 因为我觉得我怕我的朋友会误会 觉得我女朋友小心眼 我觉得因为这点事儿放大了不值 那到底是朋友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都很重要 但是从不同的性质上可以区分 那我问你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很简单 你能从明天开始不跟那个人聊吗 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个必要吧 老师 我也不会离开他 我也不会丢下我的朋友 那我现在从语言上判断一下 我是做心理学的 我可以告诉你 刚才主持人在问你 你回答得很快 他是个男的 是个女的吗 不是 他是个男的吗 是 你这么快的回答就告诉了我你在撒谎 他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你回答所有的问题 他都可以这样回答 之前我还觉得他有可能是个男的 当你解释之后 你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你说实话吧 他就是一个男的 老师学心理学的老师都知道 我跟你说 今天要那个网友他不出来 咱俩只能分手 我不想心有个子 这事对我来说太内容了 我都父母什么的 你怎么对了几大妹啊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当时父母不让我跟YT在一块 我又觉得你心里 你心里能找我 但是你这样是什么意思 还要跟他聊 那你跟我在一块干什么 你两个都想要是吗 虽然姓勇坚持 与自己聊天的是一位男性朋友 可是小妍仍然认定 神秘网友身份叵测 那么 在小妍的强烈要求下 神秘网友会来到现场接受小妍的告白吗 刚才编导说 有一个神秘人物打电话来到现场 他已经在第二现场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那位男闺蜜 你觉得有可能是那位男闺蜜 怕了吧 我不清楚 不清楚 那我们聊聊 来 把第二现场打开 他怎么是个女的啊 星哥好 他叫星哥 真恶心 我都没那么叫过你 他到底是谁啊 他就是我那个朋友 什么朋友 是你每三晚上聊的那个吗 我就是因为害怕你这种皮 所以我一直不太高 那你就骗我呀 请问一下人家是干嘛来 您是哪位妹妹 您好 我叫蒋真 我是星哥的网友 蒋真 你为什么选择到我们这来 我今天来这 因为我跟星哥性格还爱好上都特别像 我不想失去这个朋友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结了婚吗 没有 如果星哥是个没有女朋友的男人 你会喜欢他吗 星哥他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 你别说了 你带着墨镜干嘛 你站出来说好吗 你这样什么意思 在背地里不会被人祝福的 你不明白吗 小燕你冷静一点 我真的 谁是你小燕是 我的名字是你叫的吗 你叫我学恶子 你冷静一点 你冷静一点行吗 我冷静不了 我冷静不了 你要是我你也不会冷静的 我和星哥跟他 根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真的不信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来 你站我这边 站好啊 我来问你几个问题 他若是光明正大 从那儿缓缓地走出来 你信他吗 还是不信 那他干脆不出来算了 他出来干嘛呢 那他就要站出来 我要看我们男朋友跟他的反应 如果他出来之后 他们没干过什么 但确实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情投意合 那我就要看他的意愿了 如果他喜欢那个女孩 觉得他的性格或者各方面更适合他 那我就是祝福他们 是吧 你真的能做到吗 我能 再次让我们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亲安见